中共喉舌央视在日前是狠批网路人肉搜索 是造成一名高中女生自尽的罪魁祸首 国信办新闻协调局的局长更是宣称 人肉搜索是一种网路暴力行为是违法的 但是评论者批评中共当局 这是在变相保护贪官 拿普通人的隐私做幌子混淆概念 抹黑网路上的人肉搜索 12月初 广东一名高中女孩在购物时 被店主怀疑偷窃服装 店主发微博请求网友对她进行人肉搜索 第二天 这名女孩从一座桥上跳下身亡 中共媒体说 由于不堪压力 这名女孩投何自尽 16号 中共喉舌央视的节目中狠批人肉搜索 17号 中共国信办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更宣称 人肉搜索是一种网络暴力行为 是不道德的 也是违法的 刘正荣还恐吓 对发起人肉搜索者 将依法追究责任 他还警告网站 发现人肉搜索行为 没有及时制止的 也将追究责任 大陆维权律师唐精灵指出 网络人肉搜索 主要是针对中共官员腐败行为 中共用普通人的隐私 作为幌子 作为说辞 混淆概念 故意抹黑人肉搜索 中共官员他在谈的时候 显然就混迹这个问题 回避人肉搜索主要是针对官员腐败 他就谈什么 隐私保护 但是他混淆了这个普通人的隐私保护 和反对官员腐败啊 揭露官员丑闻之间的界限 这中间有个很明显的不同的这个标准 不同的保护的嘛 南京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 不否认人肉搜索会有一些负面效应 但是对于不受监督的中共官场上的乱象 起到的是积极的监督和揭露的作用 比如有些人做了坏事 做了些违法的事 比如有的官员调商包二奶 你比如那个著名的导演张宁某 有很多小老婆 而且生了很多孩子 如果不通过人的搜索的话 这些情况就不可能搞清楚 所以我认为他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可以那次腐败 可以使公众了解一些社会真相 2008年 南京防管局局长周九庚事件 开启了大规模网络反腐的先河 周九庚因为筹名烟带名表 而被网民人肉搜索 出现连串贪腐丑闻 最后被双规 近几年来 通过网络人肉搜索 被曝光的中共贪官淫官更是数不胜数 如重庆市北贝区区委书记雷正复事件 陕西表哥杨达财事件 上海无法官嫖娼事件 中共前编译局长伊俊青事件 原发改委副主任刘浅南事件等 所以这样人人搜索主要是通过网络 来收集有关官员的丑闻 或者是腐败信息 这个根本是不违法的 这完全是合法 而且是一个正当的正义的行为 需要提倡和鼓舞的行为 唐精灵指出 中国的法律对普通人的隐私 是有法规保护的 但是对于官员 或者涉及到官员和公众人物的丑闻 进行人肉搜索 不违法 受中共专制的控制 失去了监督官员的作用 而西方的媒体 作为第四权力的补充 对公众人物官员 起到了无所不在的监督作用 在西方就不会存在 完全依靠网络去搜索 中国大陆的人民 他们也没有选票 也没有他所谓的宪法给予的监督的权 只能通过网络的方式 来搜索很多社会中发生的被曝光的事情 那还可以许多都没有曝光的时间 近年来 人肉搜索作为中国民众的网络反腐利器 致使众多中共官员的丑闻曝光而落马 中共在钳制人肉搜索方面也动作频频 如打击所谓网络谣言 让网络大V名人噤声 或大肆抓捕网络感言人士 甚至出台恶法 网铁被转500次遭刑拘等